我們要繼續帶您關注的是 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目前正在埃及舉行 對世界上許多人來說 其實氣候偏見的影響 是每一天都在面對的現在進行事 我們要帶你看到 就像是現在螢幕上看到的 墨西哥南部塔巴斯科珠的沿海城市 埃爾伯斯克 來看到這空拍圖 可以清楚看到幾棟房子 幾乎抱在海水中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海平面加速上升 也使得海岸線不斷地逼近陸地 可以看到這裡 其實已經有三十棟的房屋 被海水吞噬了 也造成有五十個家庭 不得不搬遷 幾乎是無家可歸 另外還有一所的學校 跟其他的二十棟房屋 也都有被漲潮海水 吞沒的風險 預估在未來幾個月內會消失 這也讓環保團體跳出來呼籲 現在正在進行當中的氣候協商 也必須要強化因應氣候變遷影響的措施 特別是如何公平而且是有尊嚴的對呢 因為氣候變遷而流失流離失所的人 提供緊急而且是必要性的協助 也有可能會有尊嚴的 會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